嗨! 這裡會分享音樂跟登山的事 歡迎訂閱跟追蹤喔! 嗨! 我是葉佳蓁 今天主要跟大家分享的是一個毫無經驗的人 要怎麼踏入登山唷 那其實我覺得人對於蠻多事情都會蠻感興趣的 只是我們並不一定每一件事情都會實際去執行 那我覺得這其中最重要的就是 氣質這個東西 那像我的話我就是去年底突然很想要登山 於是我就開始等到現在了 所以呢如果你是有想要去登山 但是你遲遲未付出行動的人 我覺得也許你可以先找找看你的契機 那如果你真的找不到的話也沒有關係 我覺得你可以先從設定登山目標開始 因為我覺得人是一個天生還蠻懶惰的動物 如果你沒有設定目標的話你就不會去前進 你就只會一直想但不會是去做 我一開始想要登山之後 我就非常大量的看各種登山影片 那這邊我就推薦幾個我很喜歡的youtuber 第一個就是登山youtuber他叫做秋天聖旅行 他主要都是拍一些關於登山的 那我覺得他的畫面非常的棒 而且他也這個人感覺就很到底 就很local這樣 就很喜歡看他的影片 就會覺得我跟山好像沒有距離 那第二個我最想看的就是英雄日常 他比較少拍登山的 但他會激起你那顆想要冒險 或是想要去執行的精神 那還有其他一些拍過登山影片的youtuber 像是林軒還有旅行YJ或是胡子 就演九妹都有 那這些都蠻推薦大家去看看的 我不知道大家是不是跟我一樣 就是看完別人在爬山之後 自己其實就會燃燒起那個想爬山的欲望 對我就是這樣 所以大家也可以去看看 我就是那種看到別人爬山之後 就會越來越想爬山的那一種 於是我就真的實際付出行動 那接著呢我就搜尋了幾個登山 比較入門的路線 像是荷環竹東風 或是奇蘭南華等等的 以上的山呢我都有拍成影片 歡迎大家去看看 另外你當然也可以去看一下 台灣百月的分級表 從分級表去判斷那一座山的難易度 然後再看看是不是適合你 我一開始是決定以一天就可以結束的 荷環竹東風為目標 那我設定完目標之後 然後接下來就開始訓練體能 那其實我個人是一個非常不運動的人 就我能做就做 能能躺就躺 但因為自從我決定要登山之後 我就很害怕我真的會走不上去 於是我就有規定自己 每週一定要去慢跑兩次以上 然後每一次是5K左右 那如果你真的沒有太多時間的話 我覺得你一直上上下下爬你家的樓梯 也是一個很不錯的選擇 就是訓練你腳的肌耐力 同時間呢我也會開始去搜尋一下 登山所需要的裝備 那這邊會建議登山新手 一開始先不要購買裝備 因為其實你應該不會有太大的把握說 你一定會持續這個興趣直到最後 所以我一開始也才會選擇 以一天就可以結束的河灣竹東風 來試試自己對於登山的水溫這樣子 那還有就是 你真的要知道你上山的時候 才會知道你自己到底適合 以及你需要什麼裝備 那這邊就推薦大家可以去上網搜尋一些 租借裝備的平台 那或者是你也可以跟你身邊的朋友 去借一些裝備 才不會最後花了很多的願望錢 因為我就是一開始就花了很多錢 然後我就現在就是一直在把那些裝備轉賣 因為就是覺得那些東西蠻不適合自己的 所以就是推薦大家可以去逛二手版 然後或者是用租借的方式 那關於裝備到底要帶什麼呢 我也有拍過一支影片 放在這邊 歡迎大家去看 準備好體能跟裝備之後 就可以正式上山啦 如果你身邊剛好有朋友有在登山的話 你就可以糾他一起 但如果你很不幸的跟我一樣 完全沒有在登山的朋友的話 那也沒有關係 我覺得參加登山團是一個很不錯的選擇 我知道有些人會有一點排斥 但我覺得參加登山團其實有蠻多優點的 第一個絕對是交通 因為其實上山前一定要睡飽 不然你上山之後會很容易有高山症 然後你下山有時候就很累 你還要開車回家 那就就是有時候又很危險 所以我覺得參加登山團有四季這個部分 還蠻好的 再來就是你是登山新手的關係 所以你有可能會遇到很多關於登山的一些小麻煩 或是你不懂的地方 那又或者是你可能會遇到一些意外 那這時候如果有一個比較專業的向導在旁邊的話 其實你是比較安心的 那當然你也可以借機詢問很多關於山的小知識 這是我在跟團的過程中我覺得收穫是最多的 那此外你也可以藉由參加登山團去認識更多的山友 那之後你們就可以相約一起去爬山 那在登山團的挑選部分 我覺得也有很多必須要注意的地方 我自己是加入了非常多臉書的登山團 然後其實在裡面各家登山團的登山理念 或者是價格其實都還蠻不一樣的 而且有些領隊甚至是風評有點差 這些你都是必須要考量的頂 那你可以先加入一下那個社團 然後去看一下裡面的社團風氣 是不是很和樂的 是不是你喜歡的 然後或者是價格是不是你可以接受的 從這些依據裡面去判斷說 到底要不要參加這個登山團 那我像我之前有參加過一個叫做正點登山隊 那他們就是主打天氣不好不出團 然後是交朋友練身體的一個登山團 那我覺得這點就蠻好的 因為有些登山團它其實是天氣不好 然後也是硬要你出團 那如果你不去 它也不會退給你錢 所以這些都是你必須要留意的地方 那以往參加登山團的山友 年齡層大約都落在30歲到50歲左右 那其實近期也有發現 蠻多年輕人登山團出現的 像是台灣368跟荒野旅人這兩個 我其實現在就還蠻想要去參加看看他們的團 因為跟我之前的登山隊來比的話 他們的價格是有一點... 對 所以我就有點想要知道他們其中的差異是什麼 而且我看他們的回饋都是蠻多 而且也蠻好的 我覺得他們那個價格一定會有他們的價值所在 那如果你剛好有參加過以上兩個團 就歡迎你也留言跟我分享 我真的很想知道他們的團是怎麼這樣在運作的 那當然我之後一定也會去參加看看他們的團 那我覺得各家的登山團收費方式其實蠻不一樣的 但我覺得每個定價的背後一定都是經過團隊很精心的考量 或者是他們所認為他們的價值就是這樣 那我覺得只要你可以接受那個價格 或者是你勇於承擔之後去參加過後的後果風險等等的 那我覺得你去多多嘗試都是很棒的 因為我們在做每一件事情的時候 一定都可以從中去學習到很多不一樣的觀點 或是得到不一樣的收穫 但如果你真的很不想要登團 然後你剛好身邊也沒有山友的話 其實現在臉書上也有很多自主的社團 就在臉書打自主登山就會有很多相關的社團 那也許你也可以在裡面問問看說 有沒有人想要一起登山 或是想要一起共城之類的 但其實這裡面也有一些風險 就你不會知道跟你出去的那個人的個性 或者是他的教程 那萬一你們在登山的過程中發生一些不愉快 就會蠻麻煩的 但這些都是你必須要考量的風險 那我自己其實是有兩次跟網友出去登山的經驗 那我覺得這兩次經驗都還蠻好的 就我還蠻幸運的 但我也不是你約我 我就一定會跟你一起去登山的那一種 我當然也會先去瀏覽一下這個人的動態 或是他的貼文 他的說話方式 包含我在跟他溝通談吐過程中 我們是不是在同一個頻率上 從中去判斷我到底要不要跟這個人去登山 這些小線索都是非常重要的 然後也可以想像一下你跟他登山之後 那個畫面是快樂的呢 還是是不快樂的呢 這些都可以想一下 但我真的蠻喜歡跟不認識的人一起去登山 因為我覺得他就不認識你嘛 然後你就會是一張白紙 所以你其實就可以盡情的做你自己想要做的事 或是你可以完全表露無遺的展現出你的個性等等的 我覺得是超好 我很享受 最後呢 就是你要安排你自己的登山時程 包含你當天的交通啊 然後你是要去幾天幾夜 那還有你幾點幾分想要走到幾K等等的 這些都預先安排好 你待這張天會比較沒有那麼手忙腳亂 那當然還有一些行政作業 像是如果你有需要抽山物 或者是你要定協作等等的 還有入山入園證的申請 這些都需要納入進去執行 那還有你在山山前 也可以去搜尋一些關於登山的小知識 像是離線地圖的使用 還有山難的預防 還有處理等等的 這些都很重要 因為其實登山是一個非常殘酷的運動 你不要想說你其實旁邊有很多人 甚至你也可能依靠著領隊 其實你要知道的是你登山之後你就是一個人 沒有人可以帶進你上山 也沒有人可以背進你下山 一切的一切都只有靠你自己 所以照顧好你自己就是最重要的事情 以上呢就是分享給那些想登山 但是又不知道怎麼踏入登山這個坑的人 總結來說我覺得你可以先設定目標 再來呢就是訓練體能 然後購買裝備 接下來你可以選擇你是要自己 還是要跟團上山 希望這支影片對你們都有幫助啦 那如果有任何問題或是想要說的話 也歡迎在底下留言告訴我 那今天的影片就到這邊啦 拜拜 拜拜 好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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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嗎